我來中國之前 我以為是中國人 都會功夫 都會抬起拳 哎呀 其實 不是 但是我還沒來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 我可能 就電影看多了 但是我對這個武術 特別感興趣 它的根在哪 它的根在中國 那時候我就知道 從電影裡面 我就知道兩個地方 我知道一個小林寺 還有一個武當山 武當山 對我來說是 可能比較感興趣 因為它還有台積拳 它還有內甲拳 是吧 還有外甲拳 有一個系統 還有汁水 還有這個 這個 倒架文化 我那時候就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特別感興趣 所以我要找到一個地方 更好你可以說 有一點緣分 我找到一個師傅 他準備開一個 國際拳套武術版 這個班的時間是五年的時間 所以我報名 我過來了 我開始練 這個時間是特別難 每天 每天拋步 壓腿 練步法 踢法 套路 兵器 抬起拳 對我來說 我身體不這麼好 靈魂性 容忍性很差 所以這個慢慢 會進步 會好一點 然後我就開始 特別喜歡 愛的這個東西 我到第三年 我跟我師父白癡了 所以我現在是 三分派 是六代的傳人 畢業了 在2014年 畢業了 然後我們這個班 就結束了 我們我們都回我們的家 我回美國 是吧 然後我就開始 教別人 教別人 太極拳 武術 但是我這個時間 在美國 我還覺得 我還是繼續學習 因為這個武術 是很神的東西 也不是就是說 它是身體裡面 它還有 導教文化 它還有止水 它還有刀德鏡 黃的內鏡 裝子 孔子思想 好多東西 還要學習 因為我們在這裡練的時候 除了練武術 就沒有時間 我們一整天 一個星期六天 一直在練武術 所以就沒有時間 去練其他的 所以呢 在2018年 我回來武當山 回來 所以我可以繼續學習 還有一邊幫我師父 代課 代課的時候 還需要按以前的時間表 一模一樣 所以我還是跟學生一樣 一渐天的時間 在練武術 就沒有多少時間 可以學習其他的 我要學的是 中國傳統音樂 我學的語氣是冬宵 因為冬宵 它是最方便 你可以來一點去去 然後下課之後 可以做了 開始吹一下 開始練 就這個 孤清 孤堅 這個語氣都不是很方便 我後面學一下 但是第一個是冬宵 我開始自學冬宵的時候 還是很難 因為沒有英文般的材料 我要找很多書 好多食品 我要把它翻譯去英文 所以我可以學習 然後我還要算時間練 所以特別難 我那時候差不多去什麼地方 都來跟冬宵 去什麼地方都練 所以我學生 都慢慢看我進步 然後覺得慢慢來 好好聽一些 他就問我 我可以教一下他們 因為他們都特別感興趣 學這個冬宵 我也喜歡分享 我在想 我要不要學一本 英文般的書 所以他們可以跟著我一起學習 好 所以我把我修長的曲子 我選的108個曲子 古書 寫下來 還有怎麼吹香 怎麼練冬宵 還有怎麼看簡譜 然後我寫這個 魯門冬宵的書 現在他們都跟著我一起學習 我覺得這個還好 可以分享這個音樂 也可以培養我們的武術 還有我們傳統的思想 所以我現在 我覺得我還是帶一個竅 分享這個文化 謝謝大家